父亲被人下毒 所有人惊慌失措之际 卢妹镇静地抓起一壶清水 倒进燃热的炉火中 又拿出一个碗和一个勺子 将木炭灰混着水泉咬进碗里 继续倒水稀释后 用力撑开父亲的嘴 将木炭水一滴不胜全灌了进去 她叮嘱医师 一定要继续往她嘴里灌碳水 直到父亲受不了为止 若是吐了 就继续喂 不要停 在卢妹的胁迫下 医师只能根据她描述的细节照做 为了更方便灌进去 她拿来一根黑色导流管 源源不断地往教皇的嘴里灌水 然而效果不佳 灌进去的碳水全吐出来了 在副秘书长的安排下 他们将教皇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接下来只能尽人士听天命 等待的时间里 凯撒在下毒少年的房间 找到了剩余的毒药坎特雷拉 知道背后还有同谋者 于是他率兵封锁所有城门 全力搜查幕后真凶 经过盘查 发现下毒有德拉罗维里主教的影子 当他撬开对方盟友的嘴 找到藏身帝时 德拉罗维里主教早已逃之夭夭 不过 他的胆子实在大 竟重新换上红衣主教的衣服 大摇大摆出现在曾经的同事面前 准备收买大伙 选他担任罗马教皇一职 然而他想多了 亚历山大六世还活着呢 被副秘书长枪声后 他面色铁青 却还要伪装虔诚的样子 为奄奄一息的教皇祈祷 凯撒无功而反憋了一肚子气 没想到在父亲床边 看见了他一直在追查的幕后主使 拔刀冲过去要为父亲报仇 却被母亲拦下来 现在还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没有证据 加上教皇还昏迷不醒 没有人给他们撑腰 若是贸然行动 必将会被抓住把柄 波吉亚家的投鼠忌器 给了众多红衣主教底气和自信 直接在教皇的病床前 激烈讨论 等教皇死后 他们要怎么瓜分他的财富 德拉罗维里找机会插嘴 在他展开美好幻想的时候 教皇醒了 把之前喝下的毒药 混着漆黑的碳水一起吐了出来 有人欢喜有人忧 刚刚还在大放厥词的主教们 全都傻眼了 连忙念经祈祷教皇没听到他们的话 德拉罗维里主教见大事已去 准备趁大家不注意 悄悄溜走 只是凯撒早已布下天罗帝王 将他逮捕入狱 等待来自教皇的审判 但波吉亚家依旧危机四伏 敌人们趁着他们兵荒马乱的机会 通过收买保姆 拿到了波吉亚府邸的防卫图 准备在人员交接 防卫意识最薄弱的深夜 前进去屠杀教皇一家 副秘书长司察府也被唐姐的人威胁 趁教皇不备的时候 将这把匕首藏在他卧室里的 耶稣受难项理 副秘书长有些犹豫不安 但教皇之位的诱惑又实在大 铤而走险准备行动时 恰好与归来看副家的海沙撞上 他立即将匕首藏在身后 支支吾吾说出了唐姐的打算 因为有副秘书长的临阵倒戈 波吉亚一家又一次成功度过危机 但与斯福扎家的斗争 才正式拉开序幕 暗杀失败 卡特琳娜斯福查改变策略 开始拉拢与波吉亚家有仇的其他盟友 企图联合大家的力量 正面对抗教皇 在这场生死存亡的危机中 唯有卢妹有所收获 阿芳索王子不离不弃的陪伴 给予他极大的安全感 心中保罗的分量也一点点被取代 卢妹有了和他白头偕老 天长地久的想法 想着想着 他手上的动作愈发大胆撩人 相信是男人都受不了他的魅惑 没想到阿芳索抱着孩子 直接避开他 淡淡地与他说还要再等等才行 第一次被人婉拒的卢妹 开始怀疑他的魅力 然而还有更打击他的事情 阿芳索的叔叔 那布勒斯国王来姓称 他们不准备接纳他的私生子 可以看出 阿芳索王子的态度也十分暧昧 用更直白的话说 他也很赞同叔叔的决定 爱子心切的卢妹被伤透了心 他邀请哥哥商量对策 希望能找出一个解决的好方法 凯撒推开门 被活色生香的一幕吓得连连后退 刚想逃 却被卢妹叫停了步伐 他要他留下来 一起欣赏他结婚要穿的婚纱 凯撒无奈 只好敷衍地瞟一眼 然后关上门准备溜之大吉 卢妹的种种异常 皆是因为未婚夫的不解风情 让她开始怀疑自己的魅力 想要从哥哥身上重新找回自信 凯撒不知所措 唯有长叹一口气后 笨拙地来到她的身边安慰道 不要瞎想 她的美好所有人都知道 然而说着说着 两人之间的氛围变了 若不是受到侍女敲门声的惊扰 他们必定会做错事 凯撒落荒而逃 但这份充满禁忌的爱恋 犹如分量十足的石子被投入池中 泛起的涟漪席卷着两人的理智 只需要一点点刺激 就会被她彻底侵蚀殆尽 为了避免自己犯错 凯撒决定将卢妹的婚事提上日程 同样身陷情党危机的人 还有朱利亚 自从教皇中毒醒来后 她对她便提不起丝毫的兴致 她安慰自己 或许教皇只是因为中毒 身体还没恢复过来 加上年事已高 才会将她拒之门外的 但她聪明的大脑却告诉她 不是这样的 她只是单纯被咽弃了 在女人只能依附男人而活的年代 朱利亚必须为她的将来打算 于是她找到教皇的前任 跟她请教 吐槽归吐槽 女人还是给出了她的建议 被舍弃了不可怕 记得为自己的退让提出条件 没有了她的爱 总得要得到一些物质上的补偿才行 朱利亚认真地想了想 她想要一座宅子 同时为哥哥谋得一份主教智位 不出意料的话 她的愿望应该能很快实现 在中毒婚礼期间 教皇能听到外界所有人 那群狐一主教的打算 不一样清楚 对这批叛徒充满忌惮 因此她清醒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想办法将这群人赶出教廷 换一批新的 更乖 副秘书长的令立即行动 将德罗卡主教哄骗到圣天使堡 不给他吃得和喝的 同时进行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 终于从他口中挖出有用消息 一批批有一心的主教被霸指 同时被逐出罗马 一时间 整个罗马教廷风声鹤唳 剩余的主教们纷纷跟教皇表忠心 散尽家财宝柱头顶的红帽子 看在钱财珠宝的面子上 教皇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他让副秘书长继续主持捐赠仪式 自己则带男人走进后厅 接受他的忏悔 然而这只是主教的一个计谋 他趁教皇放松警惕时 拔出匕首 狠狠朝他刺过去实施谋杀 显然他低估了教皇的身体素质 即使大病出狱 年龄还比他大上一轮 罗德里格波吉亚也不是轻易被拿捏的人 他不仅挡住了对方的进攻 还成功反杀了他 等凯撒察觉到不对劲找来时 教皇的圣袍已经被对方的鲜血渗透 就是这一会儿的空荡 掌管国库的主教 一把火烧毁挪用资产的证据后 拎着包袱逃之夭夭 烧了好些时间 大家才闻见空气里的烧焦位 推开门 账房已经被火海吞噬 士兵们冒险冲进去 也只堪堪抢救出一部分账单 时间紧急 凯撒顾不上后续的结果 匆匆带着卫队前往奈布勒斯 商讨卢妹与阿芳索王子的婚事 其中讨论的重点 除了老调重谈的嫁妆外 最核心的便是摸清对方的军事实力 但在凯撒的私心里 他还想为卢妹争取抚养权 孩子可以脱离公众事业 仅仅给他一个家族的庇护所 如此决绝的态度 简直是不把教皇放在眼里 凯撒气得不轻 再一看未来妹夫阿芳索 像一只安纯似的缩着不说话 他更气了 如果连自己的妻子都不维护 卢妹的婚姻生活还能用什么期待呢 但是没办法 卢妹爱这个懦弱的男人 波吉亚家也需要奈布勒斯这个盟友 她只好捏着鼻子妥协 带着刚刚谈判好的条约细则 返回罗马继续筹备婚礼 从哥哥口中得到谈判失败消息的卢妹 又气又难过 无论此事多么难过 等她擦干眼泪后一切如旧 时间照常流逝 婚礼照常举行 终于等到了新婚夜 卢妹迫不及待地拉着丈夫回房 聊起裙摆准备与她共赴巫山 意乱情迷的时刻 丈夫却分心了 被她身后小黑板上的名单吸引 这是他们婚礼的座位图 一边是盟友 一边是敌人 阿芳索饶有趣味地打量起来 结果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定在中间位置 上面写了个大问号 一股不被信任的屈辱感涌上来 她愤怒地摔门离去 留下卢妹在新婚夜独守空房 她难受地直掉泪 破罐子破摔往哥哥的房里走去 边走边拖 走进凯撒房间时 她身上只欲下一件睡衣 卢妹熟练地爬上床钻进被窝 将侧窝而睡的男人吓了一跳 她崩溃地质问道 爱我就那么难吗 是不是只有一个波吉亚家的人 才能真正去爱另一个 古科兄妹的留言已经传遍整个意大利 既然已经被指责过了 他们为什么不把她给落到实处 话已至此 加上本就靠得极尽的两颗心 两人彻底突破红线 迎来了这个荒唐的新婚夜 罪魁祸首 还要从卢妹的婚礼开始说起 那布洛斯国王不喜叫黄一家子 在婚礼当天 以自己的名义邀请了他们的仇敌参加 其中最格阴人的 是弗里公爵卡特琳娜斯福查 不久前才策划想要他们一家性命的女人 他桀骜不驯地笑着下马 虽然像其他人一样俯身亲吻叫黄戒指 但脸上扬着的是不怀好意的笑 阿芳索王子这一幕也不好受 他气冲冲地找到哥哥 质问他为何要邀请卡特琳娜过来 他想要杀了他的妻子一家 阿芳索无法接受自己的爱情 只是别人棋盘上的一枚妻子这个事实 被当成妻子的 又何止他一个人呢 教皇长子凯撒同样如此 记得他从内布洛斯谈判归来 父亲就通知他 等卢妹的婚礼结束后 他马上出发前往法国联姻 凯撒听完后一联盟 法国和内布洛斯是不死不休的世仇 父亲这一手 不是将兄妹俩推向对立面吗 教皇当然清楚后果 但为了实现他庞大的野心 孩子们的幸福不在他的考虑之内 卢妹知道后 更是痛恨父亲的绝情 他只能通过婚礼的座位排序 表达了永远跟哥哥站一边的决心 这是凯撒对卢妹许下的承诺 他会永远和他一条心 只是这份爱变得不再单纯 无时无刻不再困扰着他 让卢妹幸福 成了他的重要使命之一 从婚礼现场离开后 凯撒开始重新排列敌我阵营 因为卡特琳娜的加入 那布洛斯的地位变得尴尬起来 是有 还是敌 凯撒将他们的名牌定在中间 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没想到就是这个小小的举动 成了新婚夫妻间的疙瘩 同时促成了兄妹间的这件荒唐事 第二天醒来 凯撒一直闪躲卢妹的视线 不知该怎么面对他 更不知该如何处理这段关系 被戴了绿帽子的男人 此时正接受来自哥哥的盘问 昨夜的夫妻生活是否和谐 为了确保联姻的圆满 双方具备孕育共同血脉的能力 是重中之重 阿芳索听了哥哥的话 支支吾吾地不知该如何回答 那布洛斯国王看穿了他 强硬地要求弟弟今晚必须远防 得到哥哥训斥之后 阿芳索放下心里的小疙瘩 主动去房间找卢妹求还 但今时不同往日 经过昨晚的那一遭意外 卢妹的心已经变了 他更清楚自己爱的人是谁 卢妹哑口无言 不远防肯定是不行的 那布洛斯国王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他直接找教皇提出质疑 两人至今未远防 这场婚姻徒有虚名 是不是不久后他就会听到 卢妹另找情人的消息了 冒犯的话狠狠刺激了教皇父子 那布洛斯国王依旧不消停 挑衅般地指出 自己的弟弟还是纯洁的厨子 卢妹却有一个 连父亲是谁都不知道的私生子 他很难相信他的品格 因此 他必须亲眼见证两人洞房 他的要求实在太无礼了 凯撒奇的火冒三丈 围观洞房的夜晚来了 卢妹看似淡定的梳妆打扮 内心早已千疮百孔 带着哭腔询问陪伴一侧的母亲 我看着让人满意吗 接着来到一个空旷的房间 接受屏风那一边 充满轻挑与审视的目光 哀莫大于心思 与丈夫的愤怒不一样 他冷静地掰过阿芳索的脑袋 让他的视线对准自己 然后缓缓退去那层薄薄的睡衣 与阿芳索一起躺到床上 满足内布洛斯国王变态的窥探欲 这边是夹杂着压抑的欢愉声 那边是指指点点的嬉笑声 凯撒死死攥着拳头 不敢直视妹妹受辱的画面 听着越来越激烈的声音 她的双眼已经被气得通红 这是卢妹对她不作为的报复 得知要被围观洞房时 卢妹无法接受这种变态的要求 更令她难以承受的事实 父亲和哥哥竟能接受这种条件 把她当成物品一样展示出去 听着妹妹的控诉 凯撒心如刀割 但千言万语只能凝成一句 充满无力的宣泄结束后 她认命了 接受了那布勒斯国王的无理请求 但她有一个条件 波吉亚家的证人必须是凯撒 她痛苦了 其他人也别想好过 凯撒备受折磨地围观了全过程 与她的痛苦不同 那布勒斯国王显得十分开心 不过他人死活的夸赞弟弟好厉害 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去 这桩抓马的联姻总算落下帷幕 第二天 是卢妹离开的时间 凯撒看着她安慰道 一切都过去了 她要卢妹忘掉过去的种种不愉快 跟阿芳索好好过日子 他们总得一人要幸福才行 然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法国的路 兄妹俩的命运是一样的 只是父亲站上全力巅峰的踏脚石 有用石拿过来踮踮脚 没用石踹一边去 孩子们都被她打发走了 偌大的罗马只剩下她孤家寡人一个 这时朱利亚找上门来 带来了拿捏主教们的好计谋 发生中毒事件后 教皇不再信任身边的任何人 不仅赶走了原本的红衣主教团队 还遣散了情人朱利亚 作为补偿 她答应让她的哥哥加入主教团 负责掌管教廷的国库资金 因为前任留下的烂摊子 她现在的核心工作室 重新清算教廷的真实资产总量 对数字不敏感的她 被一堆账单搞得焦头烂额 然而教皇还私下找到她 要求她做两份账单 一份真的给她 一份假的用于糊弄上司 因为额外多增的许多工作量 法奈斯只好挑灯夜战 但不懂就是不懂 即使花了很多时间 她也整不明白 为了帮哥哥解决难题 朱利亚逾越了教廷的规矩 与她一起梳理这些繁杂的账单 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没想到教皇只是瞄一眼文件 就认出了她的自己 多疑的心变得更加敏感 她怒火中烧 将朱利亚带到跟前 质问她究竟有什么用意 作为她曾经的枕边人 朱利亚发现了男人的不对劲 她的怒火绝对不是因为她而起的 于是在她的寻寻善诱下 教皇说出了心中最隐秘的担忧 她害怕被背叛 新主教团究竟也会变老 那些针对她的阴谋诡计周而复始 背叛根本无法杜绝干净 朱利亚听明白了 她要的是整个红异主教团都忠心耿耿 但她却总是做不到 为了让教皇安心并重新宽恕她 朱利亚向她保证 自己会为她找到杜绝背叛的方法 通过对人性的探讨分析后 朱利亚发现这群人都很软弱 同时很虚伪 不如教皇举办一场晚宴 试探一下他们究竟有多软弱 然后再让人记录下来 以供后世查实 重要的是 她将是拿捏主教的力气 不敢不听话 更不敢做背叛之事 教皇一听立马来了兴趣 事不宜迟 干脆明晚就办宴会吧 朱利亚作为主理人 提前给哥哥通了一口气 晚上请一定要找借口请假 千万不要来 这是一场会让男人疯狂的鸿门宴 所有贪心好色的人 必将坠入深渊成为教皇的机器 拍卖会开始了 修女缓缓脱去衣衫 驾高者将获得她的贴身衣物一件 现场的氛围瞬间被推到顶峰 主教们变得疯狂起来 纷纷加价只为得到美元的另眼相看 像她这样的修女 今晚有足足21人 为了金钱 被迫在书记主教面前搔手弄资 罗马教廷的聚餐 变成了无尽欲望的天堂 男男女女 为了让他们更加放浪行海 忘乎所以丧失理智 朱莉亚将数百颗糖炒粒子洒向空中 修女们将按照宴会的规定 用最羞耻的动作捡起胃给主教们 谁吃的最多 就能获得一份秘密大礼包 这般惊世骇俗的画面 也被屏风后的男人秘密记录在册 然后送到教皇手上 成为她拿捏主教们的把柄 极致的快乐后 他们终于在教皇别样的礼物面前 露出了欲哭无泪的神色 从此只能像傀儡一样 然而可笑的是 打咽者终被咽灼了眼 主教们被设计的同一个深夜 中毒后就禁欲的男人 被躲在窗帘后的老乡好 曼图亚公爵夫人 重新激起了属于男人的欲望 再次被爱欲左右了理智 来不及拉上窗帘 她和她就迫不及待亲吻起来 殊不知 这是一个摧毁她的阴谋 楼上发生的一切 都被楼下的男人尽收眼底 第二天 曼图亚公爵气势汹汹地找到教皇 以妻子通奸的名义 要求教皇废除两人的婚姻 此话一出 刚刚吃过亏的主教们 瞬间积极喳喳地议论起来 丝毫不给教皇面子 这是足以让意大利蒙羞的丑闻 男人自然是咬死不认 并要对方交出当事人当场认证 只有双方在场的情况下 他才会处理此事 将曼图亚公爵打发离开后 教皇又来到后院与该女子共寓 并将前庭发生的事情告知他 他建议女人最好早点回去丈夫身边 结果他竟背起了圣经 以此表达自己不愿离开的决心 从教皇房间离开后 他又像一名深夜游荡的幽灵 穿越层层守卫 来到卢妹儿子的房间 掀开床帘来到小宝宝的床前 迷恋地盯着他 甚至想动手偷走孩子 幸好保姆及时赶到打消了他的念头 更离奇的表现是 偷孩子失败的第二天 他又给教皇分享了一个爆炸性消息 男人又喜又惊 喜的是自己又要做爸爸了 惊的是孩子的母亲是别人的妻子 为了波吉亚家的名誉不受损 他好生好气地与他商量 去修道院养胎生下他们的孩子 但他油盐不尽 非逼着他将那自己为正式情人 没办法 教皇只好先安抚他 叫来医生为他检查胎儿情况 结果令所有人都没想到 他没有怀孕 而且被确诊是疯子 医生认为他发疯的原因 是孩子被人极其残忍地堕掉了 子宫因此受到伤害永远不能生育 双重打击下 他变成了一个疯子 为了让他的灵魂得到修养安息 教皇不再征询他的意见 准备将他强行送到修道院生活 结果在押送路上 他挣脱了修女们的束缚 一路狂奔 躲进小宝宝的房间 十分机智地拿剑和竹台反锁房门 将追兵都挡在门外后 他又迫不及待地来到婴儿床前 当教皇用力地踹开门时 女人已经冰尽死亡 鲜血顺着他的脖子鼓鼓流下 最后倒在心爱之人的怀里 彻底失去气息 教皇抱着他一点点冷掉的尸体 也彻底猛了 傅秘书长发现后 及时封锁消息 避免事态变得进一步恶化 曼图亚公爵就像猎犬 寻着血腥味就找了过来 无论傅秘书长怎么搪塞他的请求 他都坚持几件 要求教皇立即解除婚约 说话间 一滴莫名的液体滴到他杯里 男人仰头一看 啪哒一下 又滴到他额头上 是混着鲜血的水滴 当他们匆匆赶到楼上房间时 浴桶中的水被鲜血染红 他的妻子已经死了 看样子是自杀 曼图亚公爵只好咽下所有愤怒 教皇的声誉危机顺利解决 行动同样顺利的人 还有已经随丈夫搬到那不勒斯生活的卢妹 那一天 天时 地利 人和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正在欣赏自己协作的男人 被身后的人猛地推下手 他来不及呼救 数条白银色的蓝鸣飞扑而上 紧紧缠着他的脖子 将男人分而食之 当救兵带着猎犬赶到时 湖面只剩下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 那不勒斯国王就这样死了 得到消息的卢妹 早早就站在阳台上远眺 看着底下乱作一团的人群 他脸上的微笑怎么也压不下去 与他作对之缘 就应该是这样的下场 自从确定与阿芳索的婚事后 卢妹就备受打击 因为那不勒斯国王的缘故 他必须放弃亲生儿子的抚养权 将他交给罗马的父母养育 结果他还得寸进尺 竟然要求围观他们的洞房 不断刷新羞辱他 教皇之女的底线 自那夜起 卢妹对他恨之入骨 一直在寻找机会杀他报仇 他的第一次机会也是在狩猎场上 他人追着猎物跑的时候 卢妹在森林骑马慢悠悠地闲晃 突然他发现草丛里有人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牵着马儿走到他身边 刚想聊些什么 老人漫不经心地提醒他 不要让马吃这里的草 这些都是蕨类 里面藏有致命毒药亏包伞 然后摘出一个拇指大小的东西 放到卢妹面前 卢妹听完对他充满了兴趣 经过老人家的科普后 才知道 他不仅能毒死马 同样是杀人不见血的戾气 这不是瞌睡来了送枕头吗 夜深人静的时候 卢妹又一次来到这片有毒蘑菇的森林 根据白天学习掌握的知识 他顺利采到毒蘑菇 准备神不知鬼不觉地 毒死那不乐四国王 这时米切莱特从他身后走出来 他是凯撒派来保护他的人 绝不会让他做任何冒险的事情 米切莱特认出了他采的毒药 没办法 卢妹只好交出亏包伞 等着他为自己报仇血恨的时机 他等到了 他也等到了 米切莱特从奈布勒斯国王口中 知晓了池塘里的秘密 立即采取行动 毫不犹豫地推他下水后离去 卢妹大仇得报 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他见自己的儿子 在米切莱特的帮助下 重新把孩子接到了自己身边 为了永绝后患 他决定化被动为主动 说服丈夫参与奈布勒斯王位竞选 相信在罗马教皇的加持下 他会是胜算最大的人 但丈夫是个胆小怕失的耸祸 他以自己只是第三顺位继承人的理由 拒绝与侄子们竞争王位 与卢妹跌宕起伏的经历不同 凯撒因为私生子的身份 刚步入法国就遭到了无数人的轻视 迎接他的人 只有地位不怎么高的主教 进入法国王宫后 自诩正统的王后更是瞧不起他 当面讥讽凯撒是不入流落破小贵族 不配与法国的贵族女儿联姻 凯撒没有计较他的嚣张 转头用自己惊世骇俗的颜值 勾搭上了一名女公爵 凯撒只花了一支舞的时间 不仅将女公爵撩到了她的床上 还成功求婚 只要两人能顺利结婚 她就能获得对方一万人规模的军队彩礼 现在唯一需要搞定的人 就只剩下法国国王一个人了 但凯撒同样不慌不忙 用随身携带的上方宝剑 国王与王后和离的教皇许可书 磨得法王松口 答应了她和女公爵联姻的请求 第二天 被请下堂的王后 面目争鸣地找到凯撒 啪啪甩了她两个大嘴巴子 凯撒没有打回去 只是听到她不停羞辱她家族的时候 一把钳制住前王后的行动 霸气十足地告诉她 这个世界的规则 由她而定 看着气急败坏离开的女人 她好心情地 又一次将她的攻略对象拐回床上 亲密的商谈结束后 凯撒拿到了父亲想要的五万金币嫁妆 两人在法国仓促地结为伴侣 新婚夜第二天 心急的凯撒便抛下新婚妻子 带着她的头衔财富和军队回家 岁月静好的教皇 此时想着的是如何庆祝千禧年的到来 更确切地说 是如何利用这次庆典捞钱 被拿捏了的主教们 根本不用教皇多说什么 他们就能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 替教皇分忧解难 一直劳心劳力的男人 这次终于可以悠闲地画一幅像 就在他心情最好的时候 守城将领跌跌撞撞地跑来求救 法国的大军趁着天黑登陆 已经向内路行进了 不必多问 不明真相 疑心病又重的男人 江波牢牢扣在了儿子头上 然后召集教皇军的所有将领 聚在一起商量应对之法 这时凯撒回来了 他出色地完成了父亲交代的任务 然而这一壮举 成功引起了父亲对他的猜忌 年轻又富有谋略的男人 多么的危险啊 父子离心的关键时期 他们共同的敌人 卡特琳娜 斯福查又开始搞事情了 男人烧掉身上的衣物 光裸着身体 疯狂往头上脸上扑式灰粉 等全身都被白白的粉末包裹后 他又提起一桶清水 从头顶倒下 顺着发丝划过身体落到地上 病毒也随之被消灭 如此大费周章的背后 暗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卡特琳娜斯福查恨毒了教皇 为了给弟弟报仇 他决定以宋求核心为由 千里宋毒 男人作为斯福查家的谋士与杀手 他毫无怨言地来到瘟疫区 撒一泡尿捂住口鼻后 朝一区的深处走去 在一众溃烂的病患中挑挑选选 终于找到一具刚去世不久 毒性还很强的尸体 从他心口的地方 用剑割下一剑染着病毒的衣物 带回城堡交差 卡特琳娜看见后大喜过望 将刚刚写好的信扔地上 示意男人一起送给罗马教皇 等他走到安全区后 男人一气呵成 将求和信 撕金与病毒体装箱 做完这一切 他才把带着尿骚味的手帕解下 用石灰粉进行全身消毒 然后才将包裹好的箱子交给信使 叮嘱他务必送到教皇手上 不巧的是 送信之人恰好与凯撒迎面撞上 过分精致的箱子 透露出一丝丝的怪异 引起了凯撒的注意 经过查问 得知是卡特琳娜的求和信后 凯撒没有丝毫犹豫 之后不再管他人的反应 步履匆匆地离开 准备调遣军队与他正面开战 教皇与教皇之子 究竟该听谁的 送信的主教感到左右为难 盯着箱子看了许久后 他犹豫不决的命仆人烧了他 人火里的最后一刻 他又反悔了 理由是箱子的做工很好 烧了太可惜 其实是旺盛的好奇心在作祟 他终是打开了箱子 病毒在他们体内繁衍思念 但谁也不知道 忙于调兵遣将的凯撒更不知道 因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罗马城中不再只有教皇一人的声音了 还多了一个凯撒波吉亚 原本由卡特琳娜聚起来的私生子大军 也摔着手里的兵 轰轰烈烈投入凯撒挥响 一起开拓属于他们的信仰世界 挣脱父亲控制的男人 是那样的意气风发 神采意义 集结完成后 凯撒的大军直冲米兰而去 却发现城门大开 不见一个士兵守卫左右 原来米兰公爵卢德维磕逃了 城里的百姓也走了 只剩下一座达芬奇设计的 结果被容掉一大半造大炮的铜马雕塑 依旧屹立在广场中央 接受历史的检阅 拿下这座城 是凯撒与法国国王交易的一部分 如今米兰公爵虽然逃了 但他依旧享有米兰的合法所有权 法国国王十分不满这个结果 要求凯撒必须杀了他 交易才算达成 凯撒无奈 只能认下 之后返回罗马 继续搜寻米兰公爵的下落 然而刚进城 他被一个人拦了下来 卡斯坦佐主教感染瘟疫不久于人世 凯撒文言立即改道 见到了奄奄一息的男人 在他的苦苦爱求下 凯撒扔给他一把匕首结束生命 然后一把火烧了这座宅子 阻止瘟疫更大范围的蔓延开来 滚滚浓烟招来了教皇 他知道了凯撒曾让人烧掉信件的事 面对日渐失去掌控的儿子 父子俩的嫌隙进一步扩大 教皇对儿子的猜忌变得更严重了 但不管如何不说 他还是把米兰公爵想要通行证的事 告诉了凯撒 并全权交给他去执行 在米兰公爵再次现身之前 岁月静好 一直紧绷的米切莱托 也能放松下来去市场采购 刚领起一只鸡 忽然 他瞄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警惕值瞬间拉满 抓着大公鸡就追了上去 看着和他装不熟的软萌少年 米切莱托无奈 只好松手 将他领回了家 大叔与小鲜肉的相遇 源自米兰之战 在空无一人的广场上 少年坐在被融掉半边的铜马雕塑下 淡定从容 四目对视 他的心跳在加速 随后 他向这座城市的主人翁 领着他来到达芬奇的工作室 米切莱特抓住他的手 轻轻从掌心划过 与他食指交握 低头吻上去 发现男孩没有反应后 他又撩起他的头发 得寸进尺 同类的气息在两人间流淌 一番交流结束后 男孩充满忧郁地问他 米切莱特无情地抽身离去 但事情果真如此吗 男孩不管不顾 跟踪他来到陌生的城市罗马 创造街头偶遇的机会 他成功了 跟着米切莱特回了他的家 在简陋的马就格楼里 他们确认了对彼此的感情 自认为冷血无情的米切莱特 面临又一次分别时 他做了许久的心理建设 才扭捏地说出希望他留下来的话 然后羞涩地低头离开 殊不知这个像小绵羊般无害的大男孩 其实是小间谍 米切莱特才从家里出发 他的行踪就被写成密信传递出去 与他接头的人 身份同样高深莫测 他是内布勒斯的新任国王 卢魅力保上位的男人 自从搞死前内布勒斯国王后 他便将目光投向丈夫 但阿芳索是扶不上的烂尼 卢魅只好与第一顺位继承人交好 但大王子是骄傲的人 他一眼看穿了卢魅的打算 毫不留情道 再次受挫 卢魅依旧不气馁 他将目光投向另一个继承人 相信以他父亲的影响力 对方肯定会答应和他合作 不出他所料 二王子对他的态度十分友好 主动为他奉上一杯酒后 他也坐了下来 轻轻捏起一粒食物 送进宠物小狗的嘴里 壮丝不经意地对卢魅抱怨道 我总是要从我的盘子里找东西喂他 以防我的异母兄弟会想毒害他 这句话的信息量好大 卢魅开始挠补异母兄弟间 你死我王的龌龊 他更有成功地把握了 于是主动朝他伸出橄榄枝 新国王必须得到教皇授权才行 如果有任何丑闻或谣言 引起公众的不耻 教皇就可以拒绝授权 结束谈话不久 卢魅在内布勒斯王宫走廊上 发现了被毒死的小狗 他心中一灵 立即冲到二王子的卧室 果然看到中毒后奄奄一息的人 卢魅连忙找来木炭 像旧父亲那样 碾成粉末与水混合灌进去 但他的方法却不管用 医生告诉他 二王子中的不是坎特雷拉 而是窥包伞 卢魅看着他若有所思 先入为主地认定凶手是大王子 为了找到证据指控他的恶行 卢魅再次来到那片森林 找到了老人家 打听到购买亏包伞的人 正是他的怀疑对象 拉斐尔王子 掌握证据的女孩 说话的声音都更有底气了 他给大王子两个选择 选择王位 死 选择放弃 则可以保全性命和名声 拉斐尔王子知道大势已去 只能退一步 这是他留给卢魅的忠告 同父异母的弟弟 可不像看起来那么人畜无害 卢魅没有听他的劝告 成功把好拿捏的二王子扶持上位 看着楼下热闹的加冕典礼 卢魅仿佛看到了内布勒斯的幸福生活 嘴角的微笑扬得老高老高了 为了感恩卢魅的支持 新国王在罗马的寿风仪式结束后 他向教皇提出请求 希望能安排卢魅为教皇的特使 常驻内布勒斯 以保全双方的友好情谊 这对波吉亚家族和卢魅来说 都是一个无上的荣耀 教皇没有丝毫犹豫地答应了他 凯撒心存疑虑 但听到卢魅说能和孩子 丈夫一起生活 他就很满足的话后 凯撒只能放下这份怀疑与不安 允许卢魅回奈布勒斯定居 然而马车刚离开罗马 新国王对卢魅的语气就变了 他面无表情 冷若冰霜 要求卢魅必须对星象奈布勒斯 把凯撒的计划告诉他 卢魅对他的变怜感到十分诧异 之后 卢魅的生活质量大幅度下滑 周围不满监视的人 他仿佛罪犯一样失去了自由 丈夫阿芳索像死了一样 不敢提出一点意义 他气急败坏地找新国王算账 男人双手一摊 不再伪装自己的真面目 傲慢地对他说道 你现在就是个囚徒 因为你选错了人 原来卢魅那日看见的真相 只是他的自导自演 只为了借他的力量除去竞争对手 知道真相后 卢魅被气得晕了过去 清醒后 他请求丈夫去森林里 找一个懂医术的女巫回来帮他治病 掩在罗马的凯撒 也不小心中了圈套差点死亡 为了敛财 教皇大肆举办庆典 神圣叨叨地敲墙仪式结束后 信徒们疯狂涌上前朝拜 紧接着上来的是终极武器 一根不知从哪来的 据说沾染了耶稣之血的木头 信徒的前程被利用到极致 纷纷献出金币 若是觉得自己身上背负有罪孽 想要获得上帝宽恕的 还需要根据罪责额外支付一笔钱 明码标价 童所无欺 热闹非凡的第一天结束后 教皇和主教们早已赚得盆满锅马 金币珠宝数不胜数 人与人之间的悲喜并不相通 罗马教廷乐开花的时候 弗里女公爵看着儿子的尸首悲痛欲绝 她要报复 斩断教皇捞金的来源 准备用同样的手法拦截朝圣的信徒 为此 她搞来一件果实布 大力包装宣传后 在朝圣者必经的玛里诺免费展览 供前往罗马的信徒们朝拜 包裹锅就是主圣洁身体的噱头一出来 信徒们纷纷涌进去参观 当他们走进这处昏暗的山洞里 神迹乍现 果实布人形影上眼睛的部分 缓缓渗出两行血泪 朝圣者们纷纷停下驻扎此处 不再往罗马去 被断财路的教皇气坏了 命儿子凯撒率兵前往马里诺 赶走卡特琳娜 并把果实布一同带回来 她要亲自鉴别真伪 凯撒带着米切来特纲出发 她的行踪就被泄露给卡特琳娜 提前得到消息的人 在山洞中埋了大量的火药 等凯撒自投罗网 经过赶路 他们在深夜抵达目的地 凯撒和米切来特 连夜查探山洞里藏着的秘密 他碾了碾被称作奇迹的血泪 其实只是红色颜料 两人都无语了 忽然 米切来特看见蜿蜒而来的火线 因为提醒吉时 两人顺利从死神手里逃脱 捡回一条小命的凯撒 也不得不感慨 上帝对她实在太过偏爱 行动失败的弗里女公爵 则失望离开 行踪被泄露 他们对身边人提高了警惕 时不时来一个突袭 通过他们的反应来打消疑虑 但恋爱中的人都很疯狂 米切来特也不例外 担心自己这个大老粗配不上艺术家 他也开始尝试练习写字 因为不识字 他只能记住他的形状 然后临摹 这天小情人外出买菜 米切来特送他回去的时候 发现脚下的木板很奇怪 很晃 于是他用匕首撬开了那块木板 一封信静静地躺着 米切来特拆开使劲看了好一会儿 才把他放回原来的地方 装作无事发生 然后凭借强大的记忆力 把信上的字拳都画了出来 凯撒看见后 立即拿来一面镜子 利用镜像复原出信的信息 可惜这只是一群看不懂的代码 他们需要找到对应的密码书才能解密 米切来特二话不说 回到他那个被称之为家的小窝 打量好一会儿后 他确信密码书就是情人手上这本 在他的协助下 凯撒逐字逐句的的参照对比 成功破获信中的内容 因为他的疏忽 差点害死了追随的主公 米切来特自责不已 想要以死谢罪 凯撒没有嘲笑他的信取向 只是让他继续监督那个男孩 争取弄清楚信中的他是谁 没想到竟然牵扯到奈布勒斯 新任国王和卡特琳娜 斯福查结盟 一旦他们进军攻打府里 卢妹和他的孩子就会变成人质 想清楚其中关键后 凯撒暴怒不已 一个是爱人 一个是誓死效忠的主公 米切来特痛苦极了 他质问男孩 为什么要接近他 成为他的情人 最后小情人以决绝的姿态 死在了米切来特的怀里 看着爱人的鲜血一点点流进 变得冰冷 米切来特的心空了 他不告而别 远离了这个令他痛苦的城市 失去最忠诚的左膀右臂 凯撒来不及伤心 匆匆赶往奈布勒斯解救妹妹 却在半道上与卢妹偶遇 那日晕倒后 阿芳所为他请来了森林里的女巫 经过摸手看向 他发现卢妹的命运不该被困在这里 于是主动帮他脱困 一小瓶毒药 足以要到数百人 于是在内布勒斯的九神节上 卢妹找到了下毒的机会 成功要到所有人逃出内布勒斯 与凯撒相遇 经历生死后的兄妹紧紧相拥 亲密的模样令阿芳所诧异 他想 流言或许不仅仅是流言 卢妹脱困后 凯撒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战斗了 他与卡特琳娜的战争正式打响 活泼家亡 女人想要以死明智 却被凯撒一剑射断绳索 没有死成的女人 像野兽一样被铁链锁起来 怎么也挣脱不掉 凯撒不会让他轻易死去 他要向世人展示 自己驯服了府里的母老虎 就这样 卡特琳娜被迫穿上黄黑条纹的长裙 收拾得光鲜亮丽后 关进黄金制成的精美笼子中 拉回罗马游行室中 如此顺利地拿下被称为老虎的女人 得益于凯撒的用兵如神 熟读兵法的凯撒 第一次带兵就大胆使用齐招 将手里的兵马分成两路 叫皇军毫不掩饰 大摇大摆地出发 制造出一种假象 让敌人相信 他们还有十天的时间备战 而被逼 早有一支隶属法国的军队 在凯撒的安排下 悄无声息地跨过佛罗伦萨的边界 藏在府里附近的森林里 随时听令出击 正在部署防卫安排的卡特琳娜 被这一变故打得措手不及 来不及筹备粮草 他们被困在城堡内断了物资 若是继续僵持不下的话 不必正面迎战 他们就会被饿死在城堡里 庆幸的是 府里的城墙足够坚固 无法轻易被击垮 这为他们多争取了一些时间 凯撒决定用炮火强钩 结果不甚理想 战争陷入了双方僵持的局面 这时 米切莱特回来了 府里是他土生土长的地方 没人能比他更了解这个城市 给凯撒献完祭后 他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潇洒离去 凯撒按米切莱特索说的那样 沿着古老的河床走 成功找到了一个废弃的踩石场 并通过脚步丈量距离 总共248步 为了迷惑敌人获得地面的轰炸点 凯撒故意打白旗求和 无视嘲笑与敌视 他顺利将白旗插到踩石场上方 在盾牌的保护下 凯撒成功退回到大本营 卡特琳娜和士兵还在迷迷蹬蹬时 大炮向流星式地飞来 砸到城墙附近的白色旗帜上 一次 两次 三次 次次都击不住目标 府里的将领彻底放下玄着的心 不将他们当回事 凯撒没有在意他们的态度 继续下令朝着目标强攻 在所有人的步履解中 府里的根基被动摇 地面开始塌陷 紧接着整座城墙轰然倒塌 凯撒率兵如入无人之境 不费一兵一卒 这座城 卡特琳娜败了 像遛狗一样被拉回罗马 忍受来自波吉亚父子的羞辱 用了法国的兵 必须完成与法王的协议 拿下奈布勒斯 而卢妹的丈夫阿芳索 变成了碍眼的存在 凯撒从府里的一众俘虏中 看上了斯福查家的杀手兼谋士 他若是能成功解决阿芳索 并且不会牵扯到波吉亚一家身上 凯撒就会接纳他 商议好后 齐刘海杀手还来不及动手 阿芳索主动找到凯撒 他虽然不聪明 但这些日子也算看清了自己的处境 于是阿芳索主动挑衅凯撒 疯了诗地与他对打 逼他与自己决动 在混乱中 他主动扑向凯撒的长剑 任由他贯穿腹部 当卢妹听到动静匆匆赶到时 看见的画面却是凯撒杀了自己的丈夫 他听不进任何解释 跌跌撞撞地来到阿芳索身边 他的指控 直接盼了凯撒死刑 听着他后悔爱上自己的话 卢妹彻底被愧疚淹没 他竭尽全力想要救下阿芳索 可惜当时的医术太落后 他只能看着丈夫一点点死去 等死的过程太痛苦了 阿芳索哀求卢妹 如果爱她的话 一定要想办法终结她的痛苦 卢妹无法拒绝 行尸走肉般地来到室外 熟练地配置毒药 亲手喂给阿芳索喝下 凯撒走进卧室 看见了令她心碎的一幕 卢妹扑在阿芳索身上一动不动 身边放着一个空杯子 她慌了 连忙跑过去感受她的气息 幸好她还活着 自此凯撒开始走上人生巅峰 她在父亲的支持下 用三年的时间征服了多个小公国 几乎能够统一意大利 然而胜利在望的关键时期 教皇去世 失去支持的凯撒开始走下坡路 最终在31岁时战死沙场 卢妹也因政治需求 再次被嫁给费拉拉公爵为妻 在生下第八个孩子时 因为染上场后并发症去世 这次被嫁给费拉拉公爵为妻的凯撒